大批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新北市林口区林口路一栋公寓 24号深夜11点突然窜出浓烟 警校到场赶紧布水线进行灌救 窗户被熏得焦黑 附近杂物也东倒西歪 还有救护车也来了 警校表示进入屋内灌救时 在卧室发现一名87岁的老夫人 当时没有呼吸心跳 索性急送医院抢救后 恢复生病真相 老旧的建筑物 那起火的楼层在二楼 房间往厨房的地方 在冰箱前面发现一名老妇人 人造面积大概十平方公尺 情况在短时间内就获得控制 只是春节要到了 就怕影响公共安全 至于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华人新闻李明文 先往吴上游七北报导